哈喽大家好,在上期视频当中盘点了背景当中还没有在全战战锤当中出场的暗精灵传奇领主和传奇英雄之后 那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我们就继续盘点一下在背景当中暗精灵还没有出场的普通领主、英雄以及相关的普通兵种 那首先在法式领主和法式英雄这方面,作为擅长使用魔法的精灵族之一 在背景当中暗精灵的女术士可以使用的法术系别除了她们特殊的黑暗系魔法之外 也是涵盖了传统的八种法术系别 我们知道在战畅2的上一部DLC当中,C已经为高精灵更新了完整的法术系别 那所以暗精灵的高阶女术士领主和女术士英雄在可使用的法术系别这方面未来也很有可能会得到完善 那在暗精灵的全新领主这方面,目前还可以引进的还有黑色方舟舰队之主这种领主 也就是类似目前渔与当中我们看到的黑色方舟提督 但我们知道目前渔与当中的黑色方舟提督基本上是C用暗精灵的普通远程恐惧领主来代替的 而真正的黑色方舟提督在背景当中则是使用双持近战武器的这种领主 那并且这类领主还有一个毫不示弱的特性 那就是相当于在战场上如果他们亲自击杀了敌方的领主或英雄 那么旗下的全部军队都可以获得永不战败的属性架成 那因此目前渔与当中的黑色方舟提督是明显的可以通过改进 让他们成为暗精灵一种更加独特的普通领主 那另外我们知道之前暗精的恐惧领主在余当中是由近战和远程这两大类 而在设定当中比恐惧领主第一级的奴主 我们知道是在暗精的上一部DLC当中已经作为一种英雄引进 那因此如果类比恐惧领主的话 按照桌面规则 其实奴主这类暗精的英雄也能有可以远程输出的版本 那最后在迅速师这方面我们知道也是在暗精的上一部DLC当中 C已经引进了高阶迅速师这一类领主 那和上面我们提到的女术士类似 在之前的第六版试定当中 暗精灵的普通迅速师也可以作为一种英雄事物官 那好了以上这些基本就是奴主当中 暗精在全战战锤当中未来还可以拓展的普通领主或英雄的类别 那在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暗精在普通兵种方面还可以增加的新单位 那从整体上看暗精灵这个种族 在经过之前的妖婆和马鲁斯这两部DLC的补充之后 目前UV当中已经存在的暗精灵的兵种 基本上是覆盖了背景当中暗精的绝大部分兵种 那特别是对于暗精的六版七版八版军数当中的设定来说 那当然如果C想要继续从背景射连当中补充暗精的兵种的话 那还是有不少的选择的 那首先从暗精灵全新的兵种来说 在步兵方面在1995年的第四版军数当中 暗精灵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城市守卫 那这种兵种的定位其实有点类似于高精灵的海卫 那暗精的城卫也是装备了远程武器加长矛 那只不过他们的远程武器是连发弩 在背景当中能成为城市守卫 是每一位暗精灵普通士兵巨大的荣耀 那平时这些城卫是负责看守暗精灵尖塔耸立的各大城市 那在战争期间 他们也能应召加入到军队当中进入战场 那在规则当中 暗精灵城卫是有一个混合阵线的特殊规则 那具体就是他们在战斗当中的阵型 一般是前排远程弩兵射击 加后排长矛兵 负责进战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暗精灵的城市守卫 在游戏当中 显然就可以成为这个种族一种远程有高破甲 进战有反大家成的使用兵种 那另外在第四版的军书当中 暗精灵还有一种被称为暗精灵侦察兵的单位 但是在后来的设定当中 这种单位基本上就是被现在的暗影所取代 那其实两者在背景和属性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当然C如果想要引进这种单位的话 也可以为暗精灵的侦察兵 架一个类似寻灵课断的那种伏击大师的设定 那因为根据当时的描述暗精灵的侦察兵 一般是以隐藏伏击的方式进行战斗 那因此在隐蔽战斗能力这方面 它们是要比后来的暗影稍微强一些 那背景当中 暗精灵另外一种可以引进的步兵 则是黑色方舟海盗的变种 也就是双持手弩的黑色方舟掠得质 那当然对于暗精的远程兵器弩而言 在试连当中就是有三大类 分别是连发弩 连发单手弩 以及连发双持弩 因此我们从理论上讲 暗精的远程弩兵 都可以有装备这三种兵器的变种 那显然双持手弩的优势 就是以此可以射出两根弩箭 但这样的兵种放在鱼当中 可能在近战方面就稍微弱一些 那另外在上一部高精力的DLC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C是借鉴了中英之史当中的设定 为高精推出了荧光守卫 这种升级版的高精长矛兵 而在暗精这方面 在议题当中 关于他们的基础步兵 恐惧矛守和黯然剑士 也都有多支特殊的兵种 那这其中相当于是 升级版的恐惧矛守的部队 就有寒冰守卫 莫拉斯的宫廷守卫 无声者 以及德拉克拉之爪等等 而相当于是升级版的 黯然剑士的部队 则有寒冰之刃 剧毒之爪 以及灵魂骷髅 等这些兵种 并且对于其他暗精的步兵兵种 在议题当中 也还有凯恩之刃 这种特殊的暗影部队 奥新守卫 这支是图拉瑞斯身边的 精英柜子守部队 以及恐怖惊悚者 这支精英的黑色方舟海盗等等 那在骑兵方面 暗精在异体当中的特殊兵种 还有略略者之毛 这支原本住在暗精灵 北方边境长城的 精英黑暗骑士 以及黑暗骑士 这支原本属于 马鲁斯黑人家族的 精英冷吸骑士 那大家熟悉马鲁斯的背景 或者看过我之前的这部介绍视频的小伙伴 可能知道 马鲁斯这位私生子 在他们家族当中是并不受欢迎的 因此这支其实原本并不听从于马鲁斯的指挥 但是在后来的议题当中 他们还是被马鲁斯用金钱收买 那另外之前看过我翻译的 十人魔年表的小伙伴可能还记得 在历史当中 暗精灵对于他们俘虏的十人魔 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奴隶 而是把他们固为佣兵 从而让他们成为了金塔守卫 这种特殊的兵种 那当然我们知道 十人魔这个种族 应该是未来战锤三当中的种族之一 那所以暗精灵的金塔守卫 十人魔佣兵 如果要引进的话 那也可能是战锤三之后的事情 那接下来在巨兽方面 目前引入到异域当中的战争多头蛇 在相关的设定当中 根据不同的火焰吐息 其实也有两个版本 那目前异域当中是使用火焰吐息的 而另外一种 则是使用恶毒之火的战争多头蛇 那这种吐息的特殊之处 就是可以进行远程攻击 那放在异域当中 应该就是相当于这种战争多头蛇 可以远程喷出火球 而在后来的ET当中 关于战争多头蛇 也有两只特殊的单位 那分别是这里的 格瑞斯尔 琉牙 以及斯纳之爪 那最后在早期的射定当中 暗精灵的战争多头蛇 也有附加迅速师学徒的版本 而这种单位在领导力士气方面 应该是要高于普通的战争多头蛇的 那除了战争多头蛇之外 目前域当中暗精灵的野生修为师 在射定当中也还有两种升级版 那一种是有盲目沸怒这种属性的蟹尾师 那这种升级版是相当于有更高的近战命中 但是他们的近战防御要稍微低一些 那另外一种则是有硬铁外皮属性的蟹尾师 那简单来说 这种蟹尾师是有更高的护甲 那因此根据规则当中的设定 蟹尾师这种单位在未来也还有可以拓展的空间 那另外关于暗精灵的黑龙 在毕竟当中虽然黑龙本身没有更多的变种 但是在第七版的介绍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马雷基茨的手下 是有一只黑龙骑手 那在毕竟当中这批黑龙最初就是和 巫王的黑龙座旗塞拉芬一起孵化出来的 那当时马雷基茨是把剩余的黑龙 交给了他手下最信任的几位暗精灵的贵族 那最终让他们组成了一对黑龙骑手 那虽然这个设定当时并没有出现在桌面规则当中 但是在后来的议题当中 GW则是引进了一种相当于是精英版的黑龙骑手 也就是这里的湮灭之主 那根据这里的介绍 这些湮灭之主在之前或是巫王的高级郡官 或是他身边极为忠诚的黑位 那这些人物凭借着他们对马雷基茨的忠诚 就能有幸获得黑龙做其作为赏赐 那关于这种巨兽骑兵 我们知道之前C已经为高精在战役当中 引进了施旧骑兵 那因此在暗精这边 为来引进黑龙骑手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接下来背景当中 暗精的另外一种巨兽海龙 我认为也是有引进的可能 那当然关于暗精灵的海龙 在之前我已经说过 他们与高精灵的海龙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物种 那具体关于高精的海龙 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之前 这部视频当中的介绍 那虽然关于暗精的海龙 在桌面规则当中 只在单独的海战当中出现过 而在400到800的军书当中 则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是在军书的背景当中 确实是有记载 暗精灵的迅速师 曾经驯服过海龙 让他们作为战场上的战争巨兽 而且在高岁克与菲利克斯的系列小说 《剑灵图夫》当中 这两位冒险家 一个主要的敌人 就是一位其海龙的暗精灵女术士 并且他们战斗的场面 也就是这部小说的封面 那另外至于海龙能否在陆地上战斗 这一点根据背景设定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暗精海龙的前身 就是普通的巨龙 在背景当中 他们是最初追随暗精的那批巨龙 但是因为在后来的战斗当中 他们是被高精灵击伤而落入到海中 但之后在冰冷的海水当中 他们不仅是恢复了伤口 而且长时间也适应了海中的生存环境 那他们的缺陷就是 他们的双翼已经退化 就是无法飞行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深渊海瑶这种巨兽 都能被暗精的驯兽师 拉到陆地上战斗 那对于海龙来说 我想应该也不是问题 那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 C愿意做这种兵种 那最后一种能和暗精灵 磁场关系的巨兽 又是来自于我们熟悉的 FW曾经推出的这本经典的 《奇王战锤怪兽图件》 那具体我们这里要介绍的巨兽 其实就是这本书的封面 这里展示的岩浆龙 那仔细观察这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头岩浆龙 就是在攻击暗精灵的死敌 高精灵的城镇 那在碧影当中 岩浆龙主要活跃的地方之一 就是在纳加罗斯火山口 非常多的黑色尖峰山脉这里 那这种巨兽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它们身上有厚重的鳞甲 和锋利的龙爪 并且天性凶恶的岩浆龙 平时主要就是靠 那当然岩浆龙这个叫法的来历 则是来源于这种巨龙的吐息 就是与火山的岩浆类似 是一种带有硫磺毒气的强烈火焰 那另外它们不仅有超厚的领甲 而且周身还散发着吃热光环 是可以让它们抵消大部分火焰攻击 和一部分非魔法的伤害 那具体关于岩浆龙 在当时的规则当中 FW一共是引进了四种 分别是这里的岩浆右龙 岩浆龙 巨像岩浆龙 以及岩浆帝王龙 那并且最后一种岩浆帝王龙 不仅是在面板属性上高于其他岩浆龙 而且它们还具备使用火焰系法术的能力 那当然由于岩浆龙本身的数量稀少和难以驯化 所以放在全战战锤当中 岩浆龙在战役当中的招募条件 可能就会比较苛刻 那另外岩浆龙在冰箱当中 另一个活跃的地方 则是在混沌矮人所在的 也是火山口密布的黑暗之地这里 那因此这种巨兽在未来 也有可能会被塞做成混沌矮人的一种兵种 那当然还有可能就是 岸金和混沌矮人 在未来都能招募岩浆龙这种强大的巨兽 那好了 关于岸金龙未来可以引进的普通领主 英雄以及普通兵种 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 我也就先盘点这么多 那总体来看岸金龙在各类兵种方面 虽然全新的兵种不是很多 但很多已有的兵种都还有拓展的空间 那当然这里也是我个人的盘点 并且也省去了一部分ET当中的兵种 那另外关于岸金龙在兵当中 还没有引进的传奇领主或传奇英雄 大家也可以去看我的上一部视频 那好了 今天这部视频也就和大家聊这么多 那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三连或者是打赏支持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